据台湾媒体报道 她仍乐观面对 她说每伤到眼睛就好 而且化妆就可以盖过去 已经算是很幸运了 蔡小杰还原现场表示 原本要睡觉 却突然感到一阵刺痛 结果发现床上沾染了一滩血 才发现自己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而当下会先自拍 不是因为网友说的小红 而是因为家里没有镜子 所以开灯后第一件事情 就是用手机检查上市 拍照片是想说 如果我家人朋友问我怎么了 我可以直接拿照片给他们看 血流如珠的照片 上传到公开的社交网站上 确实太血腥 蔡小杰检讨自己 没有顾及网友感受 十分抱歉 她说要是没经过这件事 我真的不知道 上传这种照片是不对的 确实她一开始 只是好意想提醒 每个人床头不要放东西 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现在经纪公司也决定 要过滤她的社交网站上的内容 不能够擅自发文